路德纪 第一章 当事实管制的时候,国中遭遇饥荒。 在伯利恒犹大,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,他的妻名叫拿额米,他两个儿子,一个名叫马伦,一个名叫基连,都是伯利恒、犹大的依法他人。 他们到了摩押地,就住在那里。 后来拿额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,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,一个名叫额尔巴,一个名叫路德,他们就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,剩下妇人,没有儿子,也没有丈夫。 他就与两个儿子起身,要从摩押地归回,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。 于是,他和两个儿子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,他们就要回游大地去。 拿额米对他两个儿子说,个人回他娘家去吧。 愿,耶和华恩待你们,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 愿,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的平安。 于是拿额米与他们亲嘴,他们就放声而哭。 他们对拿额米说,我们必要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 拿额米说,我女儿们啊,回去吧。 为何要跟我去呢?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? 我女儿们啊,回去吧。我年纪老迈,不能再有丈夫。 急或我说,我还有盼望,今夜又有丈夫,也可以生子。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?你们岂能等着他们而得丈夫呢? 我女儿们啊,不要这样。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,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 他们又放声而哭,阿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, 只是露得舍不得拿额米。 拿额米说,看啊,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众神那里去了,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 露得说,不要催我离开你,或是回去不跟随你。 你往哪里去,我也往那里去。 你在哪里住宿,我也在那里住宿。 你的民就是我的民,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 你在哪里死,我也在哪里死,也葬在那里。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,不然,愿耶和华重重地降伐于我。 拿额米建路的定义,要跟随自己去,就不再劝他了。 于是二人同行,来到伯利恒。 他们到了伯利恒,河城的人就都惊讶。 他们说,这是拿额米吗? 拿额米对他们说,不要叫我拿额米,要叫我马拉,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 我满满地出去,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。 耶和华即将获于我,全能者即使我受苦。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额米呢? 这样,拿额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, 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,正是动手割大脉的时候。 路德记第二章,拿额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, 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,是个大财主。 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额米说,容我往田里去, 我蒙谁的恩,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 拿额米对他说,我女儿啊,你只管去。 路德就去了,来到田里,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,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一块田里。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,对收割的人说,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 他们回答他说,愿耶和华赐赋予你。 波阿斯就问他监管收割的仆人说, 这是谁家的女子?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, 是摩押女子跟随拿额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 他说,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,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常在这里,就在屋子里坐一会儿。 波阿斯就对路地说, 我女儿啊,你岂没有听见摩? 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, 也不要离开这里,倒要长雨卧室女们在一处。 你眼要看我的仆人在那快田收割并跟着他们去, 我岂没有吩咐少年人不可挨尽你摩。 你若渴了,就可以到弃米那里喝少年人打来的水。 路德就脸浮在地叩拜, 对他说,我既是外人, 怎么在你眼前蒙你的恩, 这样顾虚我呢? 波阿斯回答他说, 自从你丈夫死后, 凡你像婆婆所行的,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, 倒宿不认识的民中, 这些世人全都告诉我了。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, 你来信靠耶和华以色列, 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 路德说, 我主,愿我在你眼前蒙喜悦,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, 你还用友善的话安慰我的心。 波阿斯对他说, 到了用餐的时候, 你到这里来吃饼, 将一点饼站在醋里,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, 他们把轰了的穗子递给他, 他吃饱了, 还有余剩的。 到他起来拾取麦穗的时候, 波阿斯吩咐他的少年人说, 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, 也可以容他, 不可羞辱他, 并要特意为他钓出几把来, 留在地下, 使他拾取, 不可斥下他。 这样, 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, 直到晚上, 又将所拾取的打了, 约有一一法大麦。 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, 他婆婆看见他所拾取的, 他带来, 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 他婆婆问他说, 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? 在哪里做工呢? 愿那顾絮你的得福, 路德就告诉他婆婆说, 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 拿额米对他而服说, 愿那人蒙, 耶和华赐福, 因为他不断地恩戴, 活人死人。 拿额米又对他说, 那人是我们近亲, 是一个近我们的亲属。 摩押女子路德说, 他又对我说, 你要紧随我的少年人失去麦穗, 只等他们收完了我一切的装甲。 拿额米对他而服路德说, 我女儿啊, 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, 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, 这才为好。 于是, 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失去麦穗, 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, 并且与他婆婆同住。 路德记第三章, 路德的婆婆拿额米对他说, 我女儿啊, 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, 使你享福吗? 现在, 难道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, 你不曾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吗? 看啊, 他今夜在场上搏大麦。 所以, 你要沐浴抹膏, 换上衣服, 下到场上, 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, 只等他吃喝完了。 到他睡的时候, 你看准他睡的地方,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背, 躺卧在那里, 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 路德对拿额米说, 凡你所说的, 我都必行。 路德就下到场上, 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儿行。 波阿斯吃喝完了, 心里欢畅, 就去睡在麦堆禁边, 路德便轻轻地来, 掀开他脚上的背, 他就躺卧在那里。 到了夜半, 那人忽然惊醒, 翻过身来, 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 他就说, 你是谁? 他回答说, 我是你的婢女路德,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婢女, 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。 波阿斯说, 我女儿啊,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, 你幕后的恩比起出更大,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, 你都没有跟从。 我女儿啊, 现在不要惧怕, 烦你所要的, 我必照着行。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, 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 如今, 我实在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,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, 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, 就由他吧。 倘若不肯,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, 我必为你尽本分。 你只管躺到天亮, 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, 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, 他就起来了。 波阿斯说, 不可使人知道, 有女子到场上来。 波阿斯又说, 拿你所劈的帕子来, 将他捏住, 他捏住了的时候, 波阿斯就搓了六波级大麦, 帮他扛在肩上, 他便进城去了。 路德回到婆婆那里, 婆婆说, 我女儿啊, 你是谁? 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。 路德说, 这六波级大麦是他给了我的, 因他对我说, 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 婆婆便说, 我女儿啊, 你只管安坐等候, 看这是怎样成就, 因为那人必不想休息, 直到他今日办成这事。 路德记第四章, 波阿斯到了城门, 坐下在那里。 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近的亲属经过, 波阿斯说, 某人啊, 你转来, 在这里坐下, 他转来坐下。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, 拣选了十人, 对他们说, 请你们坐在这里, 他们就都坐下。 波阿斯对那亲属说, 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额米, 现在要卖我们足兄以利米勒的一块地。 我想告诉你说, 荡在居民面前, 和我本民的长老面前买那块地, 你若肯熟就熟。 倘若你不肯熟, 就告诉我, 我好知道。 因为在你以外, 其次是我, 此后再也没有别人熟那块地了, 那人说, 我肯熟。 波阿斯就说, 你何日从拿额米手中买这田, 也必须买死人的七摩押女子路德, 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 那亲属说, 这样我就不能为自己熟了,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损。 你可以熟我所要熟的, 归你自己, 因我不能熟。 从前, 在以色列中要定夺慎魔士或赎回或变异, 这人就脱鞋给他邻居。 在以色列都以此谓证据。 因此, 那亲属对波阿斯说, 你自己买吧, 他就将鞋脱下来了。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, 你们今日做见证, 凡属以利米勒和鸡脸, 马轮的, 我都从拿额米手中制买了。 又买了马轮的七摩押女子路德卫七,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, 兴起他的名, 免得死人的名在本族本乡灭媚,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 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都说, 我们做见证。 愿, 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,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, 利亚二人一样, 又愿, 你再以法她的亨通, 在伯利恒的名声。 愿, 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, 使你的家像他马给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 于是, 波阿斯娶了路德卫妻, 波阿斯与他同房,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 妇人们对拿尔米说,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, 他今日没有批下你没有亲属, 使他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, 奉养你的老, 因为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儿子, 比你有七个儿子还好。 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, 做他的养母。 邻居的妇人们说, 拿尔米的儿子了, 他们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 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, 耶西是大卫的父。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, 法勒斯生西斯伦, 西斯伦生兰, 兰生亚米拿达, 亚米拿达生拿顺, 拿顺生萨门, 萨门生波阿斯, 波阿斯生俄贝德, 俄贝德生耶西, 耶西生大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